底下一致按住一切功德法中 一切功德法指佛国之无尽功德 功是修行 讲的功夫 德是你的收获 你没有下功夫 你就不能得到 真正下功夫得到的 这叫功德 一个粗修佛法的人 不能够死心真正用功 得不到啊 我们今天看到胡晓琳 胡晓琳说五十岁才遇到佛法 万年了 知道佛法的好 他就认真干 今天 每一个字都查字典 字典都翻破了 这次在澳洲我送他来布 他问我要的 佛修达自己 查 查 注音 这字怎么念 什么意思 每一个字 每一个名词 说句 真一下了功夫 一天 一天 用五六个小时 在查字典 在做笔记 五年了 天天如实 这次在澳洲 几天 每天自己关着房门 干什么 在查字典 这就真下功夫 是他真有收获 他把今天的意思 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 搞清楚 搞明白之后 真干 落实到生活 落实到工作 落实到厨师 待人结果 何修何用 菩萨修行 成佛了 经过多长的时间 依照佛菩萨教会来修行 圆满成功了 无尽功德 人王金苏 给我们解释功德 两个字 事无 明功 归吉 愿德 实施布施 布施里面 法布施是第一 大臣经上佛唱书 以大千世纪 七宝布施 这是财布施 比不上为人说 四句计的功德 四句计是佛法 这是法布施 跟财布施 做个比较 为什么 财布施 只能帮助人 解决 物质生活问题 不能帮他救武 不能帮助他开指挥 而法布施 能帮助人 开指挥 帮助人 救 这个功德大了 你给他讲经 你给他教训 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他听 就无 相信 这个功德 多大 说不定因为 你这一教 他这一生 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就当等救菩萨去了 这就是 福古的 无尽功德了 你教的这些人 这些人都成就了 都往生就出佛了 得归你自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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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